大家好,我是Amy,英國奶奶 這次我跟大家分享我跟我台灣的老公愛情的故事 我跟我老公現在結婚十年多 我跟我的嫌棄我們一起大概十五個月我們結婚了 很多人跟我們說是太快了 可是我們不會講解的 我們那麼早就結婚了就是因為我們在想我們在等什麼 我們確定要結婚我們就結婚就好了 今天想要跟你們講我們的英國跟台灣的婚禮 為什麼我們想要做兩個婚禮呢 就是因為我們有阿嬤阿公 他們就是可能沒有辦法飛那麼遠 還有我們也覺得很貴 如果我們所有的家人也是從一個國家到另外一個國家 就是對他們來說太貴了 所以想要我老公看英國的那個婚禮的文化 我也真的很想看台灣的婚禮的文化 台灣的婚禮還是英國的婚禮我比較喜歡哪一個 我等一下再跟你們說 我本來台灣的時候我們去那個registry office 然後我們就簽名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是可以結婚 那哪天婆婆公公跟老公的姊姊配我們 八個月後我們就是在台灣就是有一個婚禮 台灣結婚了 那當天我跟你說我很緊張 我覺得很不一樣的事情喔 第一個就是我們有一個火 然後我要就是我有很大的那個那個白色的禮服 我就是要就是走那個火上面 婆婆幫我準備這個 所以我在出門的時候 他就說你不要不要先出門 不要先出門 我有點緊張 我說為什麼為什麼 他說你要先這個 他就放這個在我的頭上面 我還不曉得那個意思喔 我問我老公他也不曉得 所以大家在下面跟我分享 為什麼女生要結婚的時候要放這個在他們的那個頭上面 結婚的時候我中文沒有到很好了 我去KTV我聽一首歌叫Gail 我問我朋友我覺得那個歌就是還蠻有好聽的 他跟我說那個歌的意思 我婚禮的時候我真的想要唱那個歌給我老公聽 因為那時候我們就MP3 我一直聽一直聽一直聽Gail 一直聽我可能聽一千個字 我老公都完全不知道了 所以我覺得我用這首歌用台語 因為我老公跟我婆公共習慣就是講台語的 讓他可以就是感覺到我多愛他 台灣的婚禮我很愛的地方 我覺得很棒是因為是送紅包 因為在英國我們可能送禮物喔 給你比較貴的那個玻璃的被子 還是那種的 Photo Frame等等 那我很感謝我朋友送我禮物喔 可是我跟你說那個紅包真的是很幫助的 因為我們跟他結婚的時候我們錢沒有很多 那個錢真的是幫助我們可以去玩喔 我們也是可以去買我們真的想要的禮物 我可以玩衣服上次的 我有白色的姿勢的還有黃色的 天啊結婚的時候我婆婆送我那個 就是蠻漂亮的那個GOLD東西 我覺得真的是太多了 我真的很不好意思 我真的是很蠻感動的一天 就是婆婆公公就是準備那個金就給我 真的很不習慣的 我覺得我個人真的是太多了 太乖了太多了 我先跟大家講我的台灣的婚禮不習慣的地方 肚子好餓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我跟我老公去選擇我們的婚禮的菜單的時候 我覺得哇那麼多很好吃的東西 我選擇可能龍蝦等等等 就是很好的食物 我很期待我們可以吃好一點的東西 我跟你說 當天到了的時候 我在玩衣服的時候 他們供摸很多小的東西可以吃 他說喔小姐先給你吃 我都沒有吃 你知道為什麼呢 因為我就覺得等一下我要吃龍蝦 我要吃很好吃的東西 那我可以說我後尾沒有吃那個小點心 所以我完全沒有時間吃東西 所以我們晚上七點結束的時候 我老公說你要去哪裡呢 我說我要吃火鍋 我好餓了 一年後我們在英國就是辦一個婚禮 我也蠻感動的 我們在英國婚禮的時候 我老公的媽媽跟姐姐也陪我們去 其實我婆婆很厲害 因為她完全不會講英文 可是她還是讓我的家人蠻開心 我的阿嬤阿公特別喜歡她 英國的婚禮我很愛的地方 不要一直玩衣服的 所以我可以吃吃得多東西 英國我們比較傳常 我們可能就是有常開會菜 一個煮長一個簡單的甜點 都是那個女生跟男生就是會選擇 他們最愛的菜這樣子 台灣的婚禮料理超多了 你有好幾個大盤 就是有沙拉有生魚片喔 有肉等等 其實一個部分我很喜歡 那個英國婚禮的地方是那個 speech 你的老公要準備一個 speech給大家聽 他可能講你們的愛情的故事 然後一些很感動的話 跟大家說謝謝這樣子喔 那個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很多男生會好幾個禮拜前 就是準備他們想說什麼 如果我老公說這個文化 我也說如果你不要做也沒關係 我懂了大家懂了你是外國人 然後也是英文 然後你要就是講很多英文就是給大家聽 上天他突然這樣就講了 他講的就是非常感動的 他的英文很清楚了 他讓大家感動了 但我一切朋友又哭了 尋娘的爸爸也是要講一句話 我覺得我爸爸很可愛喔 因為他在那句話 就是要謝謝我婆婆跟姐姐來英國 南天早上我們要結婚 他一直打給我 他說你們怎麼念他們的名字喔 再一次再一次我不要念錯了 他真的很緊張 英國的婚禮的速度比較慢 可以慢慢做慢慢吃飯喔 然後就是慢慢跟朋友聊天 然後慢慢拍照喔 比較喜歡英國的婚禮的速度 因為台灣感覺就是很蠻快 你要去做這個 你要去做這個 做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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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結束了 我覺得就是 每天就是蠻好玩的 我很喜歡 可是太快了就沒有了 拍婚紗 很多人也問我們 有沒有拍婚紗嗎 其實我們沒有拍婚紗 當天我們結婚的時候 我一個朋友幫我們去桃園 找一個很漂亮的地方 就幫我們拍照 拍得很漂亮的 這樣對我來說是夠了 因為我聽說很多人 就是會花很多錢 就是拍那個婚紗 英國的文化 我們當天結婚要拍照 因為那個是最特別的時間 我們想要就是 我們所有的家人 然後親愛的朋友們 就是跟我們一起的 因為我們想要就是 有一個回憶 你懂我的意思嗎 不是說婚紗是不好的 當然不是喔 因為很好玩喔 你們兩個人 就是去玩很多地方 然後穿很好看的地方 也是一個很好的回憶喔 可是不就是 就是我的選擇而已的 因為我們覺得那個婚紗的錢 我們可以放在別的地方 我們兩個很愛去玩 那個錢我們就是 放在我們去國外玩 如果我要選擇 我比較喜歡哪一個婚禮 真的是比較難說的 真的比較難說 因為兩邊都是有很好的地方 中國的就是因為我覺得 就是比較close的感覺 可是台灣的也是很蠻熱鬧的 然後就是很蠻快樂的那種的感覺 所以非常感謝大家看我今天的影片 希望您喜歡 那就給我分享 我想要聽你們的婚禮的故事喔 你有去過國外的婚禮嗎 還是你就是嫁給外國人 在那的婚禮有什麼特色呢 還是你不習慣的地方 國外的那個婚禮也不習慣的地方嗎 都可以跟我分享 你還美 你可以subscribe 然後按那個下面的鈴鈴鈴 一次我出新的影片 你可以馬上看得到 那我的IG是Amy英國奶奶 然後我們的FB也是Amy英國奶奶 可以去开销 我就是会分享我的生活在台湾 所以非常感谢大家 下次见喽